有兩名釣客前天在金門的水域出海之後就失聯了 接著就打電話表示被中國的海警救起 中國國務院對台辦公室昨天就表示 將會盡快安排人船返回金門 國台辦的發言人陳兵華就講 福建海警昨天在圍頭灣海域 發現了失去動力求救的海釣船 而且救起了兩人 那麼中國海警提供了熱水 食物 棉被等物品 目前兩個人的身體狀況是正常的 有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福建將盡快安排人船返回金門 陳兵華還講 海上突發險情 雙方互相救援 守望相助 是理所應當